字幕提供 說起隱形,有些人有很奇怪的隱形 我覺得賴天傑座 我覺得醫戀的感覺很重要 小時候我有一個枕頭袋 我叫她頭頭,一定要抱著她 捉著她們睡覺 總共抱著她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沒有洗,不可以洗 因為我曾經試過有一次 曾經差點濕掉她 不可以洗 不用,每人喝這些 當然不用 口水味很緊張 對,那種不濕的感覺 她的含菌量比刺板高 是,真的 絕對是 但菌是重點,因為香味在那裡 我覺得睡覺時,抱著她會在這裡 我叫她的腸,腸也很有名 認識我的人也會知道有條腸 它本身是白色的,已經變成黑色 有甚麼口水鼻涕或甚麼都好 但因為這件事很有感情 你躲在房間裡哭,你就抱著她 你很開心,你就抱著她 所以這種東西很難解釋 直到有一天,我覺得我已經長大了 好了,結束了 我就將它交給我媽媽 我亦沒有再抱著她 我也有一隻,那隻叫筋仔 有一次我的清潔姐姐 幫我把這東西放進洗衣機洗 因為把皮捲在一起洗 我比她生氣扔我一隻1500元的杯子 因為她… 濕碎嗎 1500元主要是甚麼 那東西是時間儲存的 沒錯,因為我的東西是黑色的 它替我洗完後變成白色 它要是骯髒的 然後我還有一個很奇怪的癖 就是早上出門時 就加少許口水進去 然後放在風扇或冷氣機前面 回到家時,它就硬了 剛好便可以放進去時的感覺 是剛好 很貴,太多了 是否不太配合我的形象 但這東西真的很重要 我是連坐飛機 我都要帶它上飛機才能睡得著 我聽到你說放在哪裡 放在哪裡 放在鼻子上 我會把它變硬了 我會把這個公仔的尖的物體 就會塞進鼻孔裡面 去到… 去到要打噴嚏 噴嚏後,感覺很爽脆 那東西就會濕了 然後我會再把它刺在眼上 然後… 甚麼 你刺在眼上 甚麼 救命 這兩個人要來 所以… 你刺在眼上,你做甚麼 所以從小到大,我睡在上架床 我家人就會定期 突然衝上我的上架床 看看我有沒有刺在眼上 我覺得你自己可以放棄 但別人迫你,是不行的 這就是真正的忍 有甚麼奇怪的習慣 我也有一個 我跟你們差不多 也有幾隻毛公仔 到現在,我每晚都跟他們開會 真的會聊天 因為這幾隻毛公仔… 這隻毛公仔是我從幼稚園 開始抱抱到現在 他們是猴子 每晚都會跟他們聊天 你今晚還有甚麼 然後我會模仿他們 真的會模仿… 做甚麼 對,即是… 哥哥…我今晚就… 這樣… 你們這些是精神病 我很喜歡這些 因為我之前幾集抽一張牌 就是有富能量的時候 會找這件事解決 尊負 找他們掃苦 如果我開心看著他們 其實他們是一樣的 但我看著他們就覺得 他們是笑著,一起開心… 但如果不開心… 這次都是要看專風 他們笑著的樣子 就說不要緊… 我們一起解決吧 這種能量幫到我 我經常閉上眼睛 然後閉上眼睛 你們還沒動過嗎 神經病… 那你有買衣服給他們穿嗎 不能換衣服 而且不能洗澡 因為他們的腳二十多年了 已經斷了 我不行 對… 但我媽媽會把… 因為他會親手在我之前露營的時候 他會自己聯繫一條裙子給我的公仔 然後等我回來 覺得很漂亮、很開心 然後他平時還會配音 扮演這套公仔和我聊天 我完全不明白 但我覺得如果… 這是一家人的一份子 怎麼了 但我覺得如果那個人… 就算你幫他穿新衣服 也會覺得很不自在 對 因為那件事已經跟著你 很多年跟心砌故 你就會覺得 他應該要穿他二十多年前的衣服 但他們一輩子都要穿那件衣服 就算露營的衣服 也要穿那件衣服 完全明白 甚麼是乾淨、甚麼是洗澡 你也不知道甚麼是乾淨 你們不明白 我相信有的人一定會明白 是 沒有的人永遠都不會明白 就像你剛才給我的噁心 你們是因為不明白 我明白 我想知道這裡有多少人 有這些衣附物 是否全部都會改名的 當然了 對 Chris,你的名字叫甚麼 我的是一張被子 皮皮… 我也是 因為它的顏色很深沉 所以我家人稱它為鹹菜 而且因為有口水味 所以稱它為鹹菜 這幾年都是在大學宿舍住 但之前因為我身體不舒服 就回家住 我當然要把鹹菜從宿舍拿回家 否則睡不著 有一次我出門後 我看到皮膚浪了起床 然後我也聽到總角的心吹一聲 有那種撕裂的感覺 真的撕裂的感覺 然後我問我媽媽說 你做了甚麼 她說你的皮膚不是拿回家 四年都沒有洗過嗎 我沒有洗過 她說我不是替你洗 我不需要你替我洗 我的皮膚不能洗 那次翻了多久 沒有,然後我搬回家睡覺 好的 你現在出手 雖然公仔沒有你們那種不洗 因為公仔一定要洗 不是… 你不要說了,你不夠力 不可以… 但我感受到你們那種… 因為我會拿牠去洗衣店 即我不可以放牠去洗衣機 不是,那不是放牠去洗 你明明是甚麼 不可以洗 不是… 很小 等等,不是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拿… 我說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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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過…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拿牠去洗 我會心掛伐,好像扔了兒子 她要去游泳 你知道你們說了兒子去死嗎 你不是說了兒子去洗澡嗎 說去… 我和媽媽都會… 她何時回來看著單單 不時還未到期就打進去洗衣店 她說今天到了嗎… 如果你真的緊張 你根本不會扔牠去洗 沒錯 你不愛牠… 鋒兒,你不愛牠 因為那裡的服務 比我洗牠會更加不利 你不可以… 我帶Cookie向大家說對不起 她不明白 是她不明白… 小孩子不懂得洗澡 對不起,對不起,別吵了… 你也別吵了 Cookie的樣子 我知道你… 我受不了 因為我有很嚴重的鼻韻感 所以我也忍不住要放牠去游泳 你早就說了這句 那大家都明白 我真的明白 是嗎?有人相信我嗎 水瓶座經常被人誤解 他們最底層的一層 只有他們最接近的自己才會明白 但當他真的明白內心世界的人 他就會付出了整個真心 把自己說給人聽 所以水瓶座很容易受傷 我分享一個正常的人 你現在說你不正常嗎 你不正常吧 你好 你小心點說 這個人沒那麼特別 就是對了 其實有很多時候白羊座 可能很怕悶 沒甚麼要做 那一刻又特別開心 又開始覺得 好像很久沒哭過了 好像很久沒傷心過了 就會將近來或以前發生過 所有不開心的事情 一次過想一次 我真的很慘 我是整個世界最慘的受害者 然後就在哭,不開心 就覺得很爽,那種傷心 你明白我說甚麼 你那種叫經前焦慮症 每次來,每個月 來一半前都是這樣的 是嗎 對 我覺得自己也有一個想分享的 我除了喜歡聞我的公仔之外 我也很喜歡聞電油味 即是它入油 對 我也有 還有垃圾房的味道 還有停一… 停一… 你不覺得那種味道很特別嗎 我喜歡裝森鼻 天牙水… 超級市場 我會是… 我喜歡聞電油的味道 我進行電油裡聞到那種味道 對,是電油的味道 我喜歡聞泳池味 喜歡聞桃改液的味道 我喜歡聞所有東西 即是在吃東西前 我一定會聞一下那些東西 才會放在一起 然後吃完再聞一下 還有坐隔壁或經過隔壁的人 我都喜歡聞一下他們 有甚麼香水味 很香 頭油… 對,頭油真的很熟 然後有時… 我很喜歡穿長襪 買了新襪的襪子 不會放在腳趾上 腳趾… 然後我看到有黑色的襪子 放在腳趾上 我就會撩出來 這些是… 還有,我有時很久沒有剪腳甲 剪完這樣,很厚的 要聞一下 還有… 你坐錯位嗎?你是處女座嗎 不是 上樓了 但我懷疑 有時內母洗牙時 還會有牙石 你用指甲撩住的位置 會撩到一點點 然後聞一下 很噁心 對… 我覺得這不是關於變態事 是因為有好奇心 想看看有多臭 對… 我發覺你們那些 全部都是關於髒的事 但表底有一個是潔癖的 對,我這個隱形是乾淨的隱形 甚麼?你即是說我們很髒嗎 對… 這樣也不髒? 對… 事源這個隱形是甚麼 隱形就是我一定要坐在廁所 男生坐在這裡… 有很多臭,尤其是在家裡 在外面沒有這個隱形 這個隱形的事源是因為 正常男生起床會朝夕勃勃 對嗎?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看到我隔完臭後 廁所板會有尿積或甚麼 例如我乘飛機 即使我隔完也一定要洗乾淨 所以我為了避免這個情況發生 我就決定坐在這裡隔 我也認識有些男生是這樣的 對…很多時候還要是媽媽教他們 對,坐在這裡 因為他們不想… 滴到廁所板 所以很多人教男生的狗仔隔離 都一定有貓在那裡 可以帶起跡 本輯節目的獎品非常豐富 包括有… 由尚遇環境安全科技送出 日本長校消毒殺菌 總值10萬5千元 由凱軒堂送出 特效龜苓高及龜苓高特飲 總值10萬5千元 由曼順昌送出 罐裝萬煮鮑魚產品 總值9萬5千元 我有個分享 我的人是關於髒話的人 因為小時候我家裡很嚴重 直到我小學五年級 我才是第一次聽到髒話 而是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當時說了一句… 然後我就覺得很療癒那件事 突然覺得他和我很友善 突然覺得可以這樣溝通 對於一些很友善的朋友 我還有這次髒話的人 例如打電話 你去到哪裡 大家都到了 你怎麼搞的 一句話 但如果對於特定的朋友 我就會說 你瘋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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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重要 很好唱 我明白,這件事真的很療癒 對 但私下我覺得廣東粗口很棒 你不可以出鏡 但廣東人… 表達情緒的方法 而且廣東的粗口很好聽 整件事很有風味 對,而且那些語氣… 不可以說了 那種是爽的 有些人想到變成症 有些強迫症 你自己本身有強迫症嗎 沒有 我也沒有 即是你們有 有哪個人是有一種… 你覺得已經是一個很生病的地步 Helen是一個強迫症 只要你有看她社交媒體的故事 你也知道她幾點下班也好 她回家也一定要拖地 我覺得這不是乾淨的,不是潔癖的 是固有的強迫症 如果別人幫她做家務,會怎樣 不行 千萬不要 你找到她的兒子吧 找到她的兒子,千萬不要 很多人都是這樣 我認識,包括我媽媽都是這樣 如果我碰她的廚房,她會說 你不要再幫我洗碗 你洗完後再洗一次 打算做孝順,洗碗也不行 有別人有其他強迫症的習慣嗎 Rin 我有一個規劃的強迫症 例如我去旅行 例如我會製作一個文章 和一個電腦 把我的旅行計劃記錄 例如我選擇那一晚吃甚麼 我會推薦今晚吃A餐廳 但我怕我的朋友不喜歡 我會有四個回應計劃 確保他們 最後一定會在我給他們的選擇 決定 我不知道這關不關 天氣還有控制定 我很喜歡所有東西都在控制定 我可以控制定 連回應計劃都在控制定 我就覺得很爽快 天蠍座最喜歡的是甚麼 控制和避藥 會否有甚麼星座 特別容易有上癮的壞習慣 當然有 逐個說,好嗎 我們先來第一個 八楊座 八楊座… 八楊座最喜歡做甚麼 八楊座最喜歡賭錢 我不喜歡賭錢 我不承認,因為我真的不喜歡賭錢 我不喜歡賭錢的原因是 因為我不喜歡輸 我不喜歡輸,因為我好勝 如果我贏,我就會很想贏到他的盡 我不喜歡輸 我認識一個八楊座的男生 每個星期都要賭 當他輸了,他要追上去 但當他贏了,他要繼續贏 他試過一個星期最誇張 可能賭時了十多萬 我想說我跟一個八楊座的朋友 我們去了賭場旅行 我很不喜歡賭錢 但我也陪他一起賭一會 當時他贏錢 我們回到酒店睡覺 晚上突然去廁所 我看不到他 有感覺是他在下面賭錢 然後我終於聯絡到他 他說我早上會回來… 我翌日早上見到他 他說全晚都沒有睡覺 他一直在下面賭 在他的樣子看得出 他應該輸了 輸了 因為他還回房間不讓人隔離 幸好不是 我想說我自己有八楊座的朋友 我覺得他們不是因為金額賭錢 他們是想享受那種… 我還沒到最後一刻 總之我還沒輸 因為我有這個朋友 很喜歡玩狼人殺 這個很好玩 很好玩 他完全跟賭錢沒有關係 他很有影響 總之到最後我才贏 我是贏家,你們也是輸 其實八楊座相對來說 他們是好勝 但他們有壞習慣 就是他們的僥倖心很重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會覺得 一定會贏 如果那一刻不贏的時候 下一局就會覺得 我一定會再贏 所以他們的賭人是非常大的 有人做過測試 一個賭徒,病態賭徒 他贏錢的時候 他分泌的高度可能是這樣 但當他輸錢的時候 他的高度就是這樣 所以喜歡輸,因為你可以追 這個真的是病態賭徒才會有 賭錢真的可以可大可小 所以儘量不要沉迷賭博 第二件事,我想他不應該鼓吹 是喝酒的習慣 有哪個星座特別容易沉迷喝酒 這個星座就是… 人馬座 我相信經過這麼多集中 已經知道他們倆的家中 這麼喜歡請朋友喝酒 以及請這麼多人吃飯 太好了… 謝謝 因為人馬座的社交圈子很重要 而且他們很喜歡外出 所以喝酒很多時候 都成為了人馬座的其中一個嗜好 我覺得很適合 我不會自己一個不停喝酒 但我最享受的時刻 是跟朋友一起喝酒 所以我想Jan Jan說的位置 就是我友誼的東西比較重要 對,那些客人看到人 而且我跟他一樣 是自己一個不會喝酒的 但外出一定要喝酒 而且一定要逼人喝酒 喝酒是一種享受 有其他人試過真的喝醉酒嗎 喝得很厲害 斯朗真的舉不及 我很喜歡喝酒 我一個人在家裡 我一定要喝酒 每晚都一定要喝酒 如果有朋友陪我喝酒 我一定會追著喝酒 要喝到七、八成醉酒的感覺 你喝多少才喝七、八成醉酒 吐之前就停了嗎 可能喝一瓶紅酒 加一瓶燒酒 然後… 但你說自己是千杯不醉 不是,我將來七、八成醉酒 我沒有說我醉了 然後我現在這個時候沒得喝酒 我會跟一個朋友 在車裡兩個… 可能買四、五瓶燒酒 然後就只在車上喝酒 喝得大家都覺得可以了 然後就說好,他回家了 然後我自己坐車回家 每晚都要喝酒 但你也保持得很好 每天都喝,你也不懂 對 因為大家喝紅酒是抗氧化的 但你不會發酒瘋 你不會發酒瘋的 我不會… 有甚麼星座容易發酒瘋的嗎 清潔座 你不會發酒瘋嗎 我不會發酒瘋 你別裝作惡 我會抑壓的 你喝得不夠多而已 不,我喝得那麼多,我就停了 如果我真的要喝酒 我是特意喝醉的 我特意要我發洩 當然,我覺得天蠍座 平時經常要這些東西控制是真的 所以當我喝酒後 我會開心點、多點說 關心別人,表達多點 大概就是這樣 我不行 我喝得多,就會開始打電話 DX 你是酒瘋的 對 酒瘋的,酒瘋的,酒瘋的 酒瘋的,酒瘋的 甚麼都做齊 會討厭你 第二天我起床時 好,拍照 然後我會上網搜尋 酒瘋後應該怎樣處理 直接封鎖就行了 另外一個壞習慣 亦很容易會有的 就是吸煙 有哪個星座容易吸煙 這個星座有兩個 而他們就是… 你們,就是天蠍座和山羊座 是容易吸煙的 沒錯 這兩個星座相對來說 容易會抑壓自己的情緒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都會透過吸煙 去整理自己的情緒 以及釋放壓力 不過是有原因的 有甚麼是沒有原因的 不是…沒有原因是吸煙 你說到吸煙很有原因 原因就是要釋放壓力 其實不僅如此簡單 因為吸煙… 你留意一下 有一個呼吸 呼吸是大概吸五秒 停一、兩秒 然後呼五秒 其實這是一個瑜伽呼吸法 所以很多人在外國 是用這個方法去戒煙 同意,我覺得看到自己的呼吸 因為吸煙的時候 沒錯 這是減價的方法 所以這絕對是口爆魔法 又多了一個給你們 謝謝 那就一起做吧 你的口爆魔法 好 我們只需要吸五秒 保持住,然後敷五秒 我們就可以做到口爆魔法 可以幫助戒煙和釋放壓力 在一起,有人不吸煙 有人會吸煙 大家都要明白呼吸 就是吸… 保持住 這個景色很純熟 對,已經完成了 大家一起做吧 好,準備好了嗎 預備… 吸氣 1、2、3、4、5 保持兩秒 呼氣 1、2、3、4、5 再吸氣 1、2、3、4、5 保持兩秒 呼氣 1、2、3、4、5 呼吸要做多少次的一個項目 通常我們都會做五分鐘左右 因為你想想,很多人吸煙 其實一小時左右 他們就會覺得我要吸煙 其實就是給了一個機會 自己去抒發壓力 而有煙的時候 你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那種煙的進入和呼出 所以你會覺得 我好像真的在做一些事情 即是真的放鬆了 沒錯 所以平時如果大家想吸少一點 或者甚至不吸煙 就可以做呼吸的方法 絕對是 謝謝你,Ginger 沒有客氣,是英訓的 謝謝各位,最後提醒大家 上癮涉及風險 課金可以令情緒急升急跌 沉迷者會蒙受全盤損失 所以上癮之前 請自行作出風險評估 難道是我 有時不小心 我會發生了 能不能再提醒大家 明星期見 是 那 有時會發生 就要 這段影片會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一有新影片,立即通知你